那很奇怪 在銀行裡面是會見到什麼呢 她是尋印起時的 經常都有的 好了 金師媽 你覺得 你住了三、四年了 你有沒有排華的感覺呢 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的 剩下兩個巴士用華語 來到生活的 為什麼真的你的華語這麼差了 會跟你問你 馬來西亞人是不是很窮 或者你自己覺得自己很窮 我自己覺得有點窮 是嗎 那是你個人來講的 是不是 因為你不存錢 是不是 好了 跟大家講一下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我們拍了一千多條影片 到目前為止 居然還有很多粉絲 靜雞雞的Walklabs 我們的IG Facebook 等等 就問我們 其實很多馬來西亞的疑惑 疑團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怪她的 因為當初我們來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一搭觸馬來西亞的時候 都有這樣的疑惑 可能我們大家不同的 即我們是外國人 她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就變了有大家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們要拿出來談一談的 第一個 師媽 大家經常問我們 她說其實馬來西亞是不是很危險 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以我的例子來講 那當時我一來到到埔的時候 我就去銀行搞一些Face Deposit 就是要開戶口 那很奇怪 在銀行裡面 她會見到什麼呢 她尋人啟示 經常都有 就是有一張紙印著的樣子 喂 師媽 你先問一下本地人 我們找本地的代表 用華語小姐 這樣跟大家發表一下 她們說你馬來西亞的國家很危險 你嘗試什麼都散發 其實是沒有到很危險 沒有講你一出門就是很危險的那種 可是好像你去銀行 然後你晚上很夜出門的話 你就要很小心 因為還是避免比較好 即是晚上出門的時候比較小心 即是晚上啦 你不要去走一些後巷啦 因為我們 剛剛是銀行出來的時候 那我想問一下Vachel 你本身來講 就是你都算是一個馬來西亞小姐 因為你沒理由叫你先生 那有沒有遇過一些危險 或者你覺得驚險的情況出現 在馬來西亞這樣 我目前還沒有遇到 但是前一陣子 即是你不夠漂亮 沒有啦 馬上講回廣東話 但是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好像危險 好像有一些男生 會有點猥瑣看著你這樣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在哪裡 可能你走在街上 這樣子 他們就會好像教你這樣子 哦 但他們沒有進一步的舉動嗎 哦 沒有 我會快點走掉啦 哦 哦 即是那些是聊一下女孩子 是嗎 那些通常是中年的男子 還是年輕人 中年年輕人都有 還是馬來的 馬來的還是 馬來的 馬來的 師傅你有沒有遇到這樣的情況 是 哈哈哈哈 你不怕跟大家說 我是沒有的 是嗎 牛糕馬大 是不是 他不夠膽 是嗎 好了 由於這裏你講到這裏 好了 第二個 他們經常問我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 問我們有沒有排話這件事 是啊 因為其實 很多上一代那些都說 哎呀 不要來啊 排話啊 都會這樣跟我們說 其實我也覺得 你自己呢 你自己有沒有聽過排話這件事 呃沒有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排話 對呀 就是排籍 就是外國人這樣子 對 對對對 他就說 不是呀 馬來的有排話 你有沒有擔心 來了幾年之後 我會被人趕回去 就是會有這樣的疑問 哥哥又知不知道什麼叫排話 肯定知道啦 聽過這麼多次 但其實Rachel說排外國人 有一點點不夠準確 排話很針對性 是排華裔的人 就是排斥華裔的人 是的 那他就不只是排斥外國人 那這個可能Rachel是年輕的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老人家 說過以前 就是早一兩代 就是馬來西亞發生的那些排話事件 你有沒有聽聞過呢 嗯 沒有啊 哦 他們家裡都是說三間裝 朱藥粉都不說這些 哈哈哈哈 好了 那師媽你覺得 你住了一整三四年 你有沒有排話的感覺呢 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的 就是因為怎麼說 在馬來西亞 其實他們三座種族的文化 都很共融的 那就不會說我不喜歡你華人 我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與一個外國人 看回馬來西亞的本土市民 我就覺得沒有了 嗯沒錯 我自己都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是 我自己也都在馬來西亞區 還有這個叫華人區 各自有公司啊 物業等等的東西 其實直至今都沒有了 我們自己公司樓下呢 都是馬來族的朋友來的 嗯 其實我們都有說哈佬啊 送禮物給她的女兒啊 剛剛才見到 剛剛才見到他們 對了剛剛才見到他們 你剛才搬影的時候 跟那個妹妹在那裡玩 其實我們都很和諧地共融呢 我們就不過這麼久都不過這個情況 雖然我們不懂馬來西亞華 但是他們見到我們都會微笑點頭 我們跟她微笑點頭啊 有時候我們跟她買東西 她都很nice的 知媽媽見到什麼 早晨怎麼說的馬來西亞華 誒 問旁邊的人幫幫忙 早晨 早晨 好厲害啊你 哎呀好厲害啊你 好啦 我們將來要跟Rachel說馬來西亞 雖然馬來西亞都一般 好啦 因為為什麼說說馬來西亞呢 因為其實呢 很多人也都問同一個問題 其中一個疑惑是什麼呢 歐國人對馬來西亞 他就會問我 哎呀我來到馬來西亞 我是不是 即是溝通不了的 一定要講馬來文 或者是馬來語 或者是 我廣東話是 即是 跟人是聯繫不了的 聯繫不了的 這樣是 錯的 那雖媽你不要跟我說 你問我身邊的本地人 你覺得有什麼緊張啊 其實因為馬來西亞大部分 馬來西亞大部分 馬來人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外國人來這邊 其實不是問題啦 其實蠻多華人的 馬來人有些也是會講華語的 現在 這麼厲害嗎 現在很厲害的 是啊 你有沒有認識一些 講廣東話的馬來西亞裔的朋友 廣東話 有啊 真的嗎 真的 那你不邀請他上鏡 怎麼認識廣東話這麼厲害 我的朋友害羞 哎喲 你的朋友只有你一個不開燒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開燒 遲些叫你上來 我問問他 我們請他吃飯送禮物給他 我問問他 其實我自己想說一下自己的感受 其實我們自己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你懂英文和廣東話 我想你在90-80%的地方 都絕對不會遇到問題 除非你去那些很純馬來區的地方 他們不是不懂得聽英文 他們其實是不太prefer講英文 他們都懂少少聽或者懂說的 但是在他們的族裔和區域 他們主要都是用馬來文來聊天 所以你突然走進去講一大堆英文 其實他們覺得你奇怪 他們不是覺得你溝通不了 但是你外出這些所謂的馬拉圈 其實一百個巴仙都在英文、廣東話、華語 這三大語言 你沒理由生活不了的 而且有很多時候 可能他們不太擅長英文的時候 他們都會盡量去說 他們會盡力去幫你 是的 其實他們的英文、馬來人的英文不差 不差的 不差的 阿婆你覺得呢 你有很多不同族裔的同學朋友 你覺得怎樣 其實什麼族裔的朋友都有 有印度人 有些在外國來的 在蘇丹或哪裡來的 有些就是本地馬來西亞人 不過其實我們每個都用英文 你每個都用英文 基本上我們自己用什麼呢 我們用八十巴仙用廣東話 大概二十個巴仙用這個 不是 是二十八巴仙用這個英文 剩下兩個巴仙用華語 你都很生活的 你覺得你這些華語這麼差 是的 那暫且來說 我們完全沒有遇過問題了 是 知道嗎 記得訂閱、like 和分享我們的頻道給大家 另一個好切身的關係是什麼呢 這個Rachel和哥哥未必有太關心 是我和師媽比較關心 有很多我的朋友問 其實馬來西亞給不給我個人買樓 是否一定要租樓 是否要買很貴的樓 是否要買很貴的樓 是否要怎樣 這個其實如果有參加過馬來西亞生活和移居的人 可能會稍微有知識給這個 但是如果他根本是無端聽到 或者突然間有個想法上去馬來西亞 他完全沒有想法他不知道 他覺得那裏是給的嗎 給人家買樓的嗎 就是等於我突然問你去印尼 你知不知道印尼可不可以買樓 可不可以買你 你都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有什麼興趣你就不會去做這個調查 是 所以師馬你告訴大家 究竟馬來西亞外國人是怎樣可以買樓 和可以買樓的 其實外國人在馬來西亞是可以買樓的 但是就會有限制 就是不同的地方 你的樓價不可以低過多少 譬如說你在雪蘭俄區 你要買幾百萬 二百萬馬幣以上的樓 在其他地方有一百萬 所以他的地方不同 所以他有一個樓價限制 所以其實外國人是可以買樓的 也有些人會說 我不買樓可以嗎 可以的 租樓和買樓一樣是這麼方便的 在馬來西亞 反而留意的是 買樓之後 你要賣出去 所以他在外國人有一個更加多的 就是叫做鎖住你買樓的那個佛式期 是的 其實你可能相對地比較合理些 你買一層樓出來 不用被人採取這麼多 就是六年 因為會遞減的 遞減到六年就會比較好些 這個是一個稅項的問題 因為你在馬來西亞賺了買樓 買樓的時候賺了錢 賺了錢的一個部分就是需要交稅 譬如說你六年之後的稅率就會比較低 那你如果六年一到五年的時候 你的稅率就會比較高 就是它這就是防止人炒樓 你有興趣就找我們 是的 我們會找Ricol解答你這方面的問題 是的 這個問題就很少了 其實這個問題 關鍵究底 跟馬來西亞政府的旅遊部有少許關係 是的 他們經常問 其實馬來西亞旅遊部是因為 它經常推廣一些森林 野生動物的場地 是的 樹屋 是的 還有一個很有代表性 就是那個大嘴鳥 就是那個旅遊服 是用那個大嘴鳥去做那個表情 就是那個機場 那我想問問一下Rachel 其實有沒有朋友 就是有沒有外國朋友 或者本地朋友 就是第二到來住的人 會跟你覺得問你 馬來西亞人是不是很窮 或者你自己覺得自己很窮 嗯 我自己覺得有點窮 是嗎 那是你個人來說的 是嗎 因為你不存錢 沒有啦 因為馬來西亞 它發展比較慢 比其其他國家 我們這國家算是比較慢的 那個經濟也很低 哦 它的看法呢 跟一般馬來西亞市民 很多的看法其實是一致的 是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跳飛機去其他國家 對 或者去其他生活 或者去其他穩侶 去新加坡掘金 去香港掘金 去澳洲掘金 或者去美國澳洲 其實都跟Rachel的想法一樣 而Rachel在這一刻都準備 揹袋去澳洲 澳洲 對啦 所以 其實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因為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 比其他國家 是相對緩慢 它不是不增長 它是慢速增長 但是它不像香港和新加坡 突然間三年開一個開 或者怎樣怎樣 因為其實反過來 有好又不好 你們本土的人會這樣想 其實我們經歷過香港人 他都會升得這麼快的時候 他有時候有機會也會跌得很快 就是高幅 其實有好又不好 你捕捉到他的升浪 或者怎樣 當然你就會贏價了 但如果你在高位上 做一些投資 或者一些行務 或者一些樓宇 等等 其實你會變成一個輸價 其實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所以你有時候 你說發展了的國家 它的物價很高 是 但是你如果發展中國家 它的物價就相對比較低 所以變成生活壓力就不太大 而且它的通漲也很厲害 如果你發展這麼急速的國家 它每年的加幅 所有東西 通漲也很厲害 有時候你人工追不到 變相 你的感覺更窮 在馬來西亞慢慢升 對 我記得上次你發過一張照片 香港71 叫支水 10元一個 是 是 是啊 是10元 是很閒的事 近來都說停車場拍車 是要40元一個小時 40元一個小時 即是20多元 所以你給Rachel說 其實如果讓你再選 你會想在什麼地方出生呢 馬來西亞 哎唷 這個時候很難不說這個 哎唷 為什麼 為什麼啊 因為 我不要太壓力 哦 我不要太壓力 真是搭得好 哈哈 好了 這個就是切身問題 是 而且馬來西亞最關注 馬來西亞人最著重的 是馬來西亞 其實馬來西亞 是否只有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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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只有你媽的 是否只有那些焦業飯 我們問一下本地人解答吧 不是 我們馬來西亞有很多東西吃 比其他的國家 像我們每次去出國旅遊的時候 我們去很多錢 我們就會很想念馬來西亞的食物 因為馬來西亞有很多種圓化的食物 西餐啊 中國餐啊 什麼餐都有 對對對 你在這裡有時候吃著麥麥店 是 是啊 所以 其實我們都很多粉絲 就是去了外國 那他經常說 哎呀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看你呢 是因為我真的很想念馬來西亞的食物 經常都說 見到你去這裏吃 去那裏吃 去哪裏吃豬肉粉 去哪裏吃咖喱麵 蝦麵 那些是很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他吃不到 其實蝦麵是我其中一個 幾次吃的美食 其實我最近很久沒吃過 我最近吃了很多次咖喱麵 但是很久沒吃蝦麵 因為蝦麵比較濃 通常你都想吃清淡一點 但是蝦麵也很好吃 我一次戴上 我非常不知道有沒有吃 這些是夾凍住的 你有沒有吃過姊妹的蝦麵 姊妹的茶室 姊妹的茶室 沒有 真的沒有 你住姊妹的茶室 在Desapar City後面 我自己帶你吃一下 我不知道 他只記得他爸爸 三家當主人 是 他又想做廣告 我還不知道 福禄審查 查 查 千萬多扣他人工 去打廣告 其實你講這件事 就同時間講你一個問題 有很多朋友因為知道 伊斯蘭國家 因為其實在我們香港 其實比較喜歡宗教自由 因為大家沒有局限 你送天主教 睡覺 什麼教 其實沒有人理你 你送什麼教 告訴你睡覺 但是因為伊斯蘭教 對於吃豬肉和喝酒 是比較忌諱一點的 甚至不是不行的 其實很多外國人 不是經常來馬來西亞 或是新加坡的地方 小姐一來 就是 是不是不吃豬肉 吃豬肉你打停 他會覺得 是不是沒有豬肉買的 沒有啤酒買的 不讓你買的 他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是不是 不是 我們還是可以吃豬肉和酒 可是有些餐廳 會寫哈拉和弄哈拉 就要看清楚 哈拉是什麼意思 哈拉就是 是馬來西亞人可以吃的 如果弄哈拉就是 馬來西亞人不能吃的 哦 即是沒有豬肉成分的 他除了豬肉成分 還有他做的過程 都不會牽涉到 即是那些煲煲餐餐 是從來沒有碰過豬肉的 即間接都不會碰得到 是的 其實這樣說真的 馬來西亞經歷了幾年的生活 就知道 他不是不能賣 譬如 甚至乎馬來西亞人做收銀員 都會有賣豬肉的 問題是 他們會在角落口賣 他們會收賣在耳邊賣 你給錢的時候 他有一個膠袋 隔著才刮 他會直接碰那個豬肉 沒錯沒錯 喝酒他不是不讓你喝的 周圍一樣 其實你怎樣算喝酒呢 他還好過泰國 泰國反而會限時間給你買 他有些時間 對 他限時限的 譬如他在拜神那段時間 有些油不給你買 不知道什麼節日油不給你買 那一天裡面有幾個小時 油不給你買酒 是啊 我們去試過在泰國 不知道還沒時間 所以不給你買 但是怎樣算馬來西亞呢 24小時 只要那個地方是賣酒 他繼續會給你買 他不限你 但是馬來西亞的酒 是很貴的 很貴的 你現在這麼喜歡喝酒 麻煩你儲一下錢 馬來西亞的酒真的貴 Rachel 你有沒有喝酒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我明明看過你喝的 承知你喝光 不要亂講 沒有 我喝香檳 其實喝酒在這裏是絕對可以的 但是你也不要拿著啤酒 在那邊周圍朗來朗去 好像外國那樣 是啊 因為你始終要尊重別人的文化 我又不可以去觸及到你的文化底線 所以我們都是坐下慢慢 如果是酒吧 就在酒吧裡面喝 是啊 所以呢 我希望我們這次這麼認真地 深入了 大家這些疑團或者疑惑 令到大家外國人 來玩玩也好 考慮也好 也好 沒錯 大家有什麼疑問 再在留言那裏說給我們聽 好了 大家拜拜 喂 大家 我有個新頻道 製作了出來 其實名字叫做MangoHKCCTV C指的C 司法 很多人問為什麼我們開多一個新頻道 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YouTube是一個大數據 而且AI是我們的老闆 看到你的頻道 去到某一個程度多的影片的時候 他就不會公開到那麼多給你 而且你每天有影片出 其實昨天那條他當作舊片 他又不會怎樣推廣給其他陌生的觀眾 給你認識 對 下了心機和功夫 全部都很厲害 所以我們有見及此 我們就開一個頻道 又不可以一下子 我們遲些 就會將原有的頻道 可能是一三五五和星期日 出片 另一個新頻道是二四六出片 沒錯 大家記得快點快點去這條連結 就訂閱我的新頻道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做 我們的影片會有多些時間放在那裡 讓AI去推廣給一些新的朋友看 相對我們的觀眾就會多些 大家記得支持我 謝謝 拜拜 拜拜 送給自己 tek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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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